歌手林二门漫语卢凯同艾伦于2002年成立组合AT时期,正式踏入娱乐圈。 当年前者19岁,后者15岁,故取其中坚数时期,造就了AT时期的名字由来。 两女相识超过16年,在公在司感情深后,一段有益的成长经历过漫长岁月的洗礼,当中当然经过不少苦与乐。 一、二人未出道时,林二门曾经举行过一次名为曼,偏她要陪妈妈看舞台剧,所以叫了当年只有14岁的艾伦鼎埋个骚尾段,可见二人感情深厚。 由于工作关系,林二门需要演出,而老师一曾劝艾伦交朋友要小心。 最后,艾伦一因工作关系需要忍,因此被学校记过两次。 二、艾伦曾拍摄过牙膏广告,有次林二门希望得到免费牙膏,固制店艾伦,但得到答案信毛呀。 之后林二门未有放弃,更向对方提出我有好多M金,不如同你换,但最终都系失败。 三、AT17于2010年拆伙,组合当年已推出了四张EP,已是他们最满意之作。 可惜与收入不成正比,并觉得继续下去定币反目收场,最终二人决定分开发展球转机。 由于多年来二人关系相当密切,并被粉丝认定是一对,坚信他们是感情出现问题要分手,可见二人感情之深已获外界肯定。 四、拆伙七年,二人终于2017年复合并举行演唱会,艾伦在台上感性表示。 登开后,因为毛自信,所以去学唱歌,衣鼻塞,甚至会听高人讲去换粉红色床单。 但总不及记得各月二问陪我亲记,多谢你戏我十四岁个年听到我,声谢,问我拎电话号码,将你最好,青春交作逼我。 零二门一坦言分开发展后,没有了艾伦在身边,穿加大马衫都无觉惭愧。 但非常讨厌没有艾伦在身边的感觉,可见二人缺一不可的微妙关系。 五、艾伦与零二门无所不谈,更不时互报秘密。 艾伦曾经讲过拆伙后心如止水,失去方向,失去零二门便失去了欢乐,因为她是连放屁都有声的人。 零二门则反驳,哪有靓女歌手不放屁。 二人一唱一鹤,没有芥蒂。 六、零二门曾自曝经常在台上演出时会极妙,幸好与艾伦相当合拍。 只要她向对方打一个眼色,大家就知发生什么事。 艾伦就会失去谈快一点,好让对方争取时间落台解决。 中文字写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